土黄色烟雾弥漫空气中拍摄影片的人气不成声 只因为他养的牛恐怕大半得葬身火枯 发生在土耳其的森林大火一烧93天 而且火场已经迅速增加到超过60个 海滨渡家村的海滩 长风中夹杂着游客的尖叫声 只见他们赶紧收拾行囊准备逃命 因为猛烈的野火已经吞噬饭店后整座山 至少有两座饭店被迫停业 还有大约4000名游客和饭店员工 必须搭着海巡船或渔船逃难 CNN特派记者深入重灾区 土耳其西南部小镇马纳夫加特 当地居民想起逃难时 情绪仍然很激动 走进建筑内这场景 宛如被炸弹空袭过一样 这里的住户来不及收拾的家当 几乎都在大火里烧光 土耳其的野火为什么一发不可收拾 这当然和人类有关 不少土耳其人企图开车逃离大火的威胁 只是车子不管怎么开 四周能看到的都是红彤彤一片 随着高温干燥的天气持续 土耳其的这把火似乎暂时看不到镜头 TVBS新闻综合不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